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位花藝設計師 他原本在台灣開花店 是一位婚禮策劃師 辦過大大小小 將近2000多場婚禮 包括了郭台銘和蔣家後代 那麼這些當時備受矚目的婚禮 都是由他一手操辦 他還拿過美國 世界活動公關大賞的獎項 到大陸發展之後 從婚禮策劃一路拓展到 有機生態景觀設計 那麼在北京的藝術園區 用3000多棵植物 打造了一個有機自然生態空間 要推動他的綠色阿凡達計畫 我們來看資深記者戴綠和吳奎妍 來自北京的報導 這棟在北京751藝術區的獨特空間 被多家媒體選為 北京顏值最高的餐廳之一 路過的人很難不被他吸引 這個植物園餐廳 重有200多種3000多棵熱帶植物 而他有個美麗的女主人 這是一個綠色阿凡達計畫 在阿凡達電影中地球是沒有一棵樹 所以地球是沒有氧氣 所以我希望在這兒營造出 就是一個有機氧氣的一個空間 它也是我一個植物的實驗室 高益敬原來在台北開花店 是花藝設計師和婚禮策劃師 他辦過大大小小2000多場婚禮 包括多個台灣企業的家族婚禮 郭台銘的婚禮 蔣家第四代蔣萬安張惠蘭的婚禮 都是他一手操辦 設計張惠蘭的婚禮 還讓他拿下美國世界活動公關大賞的大獎 也給了他到大陸發展的機會 他在大陸做的花藝景觀空間設計 再拿下八座大獎 是目前全球華人獲獎最多的一位 他對植物的熱愛 近年轉化成一股回歸土地的渴望 決心推動有機農業 很多人對待植物都覺得說 反正他不是拿來吃 所以轉基因農藥化肥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對我而言來講 你可能聞不到農藥 但你的肝臟知道 我們在講的就是我在乎你的呼吸 這不僅是一家餐廳 還有生態教室和裔品店 他把青苔設計成禮品 訴說生態故事 每一個鋼罩就像臭氧層 青苔就像地球 青苔在裡頭行光合作用 生生不息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環境保護 就是因為我們把臭氧層給破壞了 6000年前中國有女娲要補田 6000年後70億的地球人口 都要當女娲來補田 植物園餐廳的餐點走歐式風格 延續有機農業的理念 食用的全是有機食材 在這裡用餐宛如身處綠蔭環繞的植物園 我們會比較喜歡這種壓熱帶的植物 然後進來會感覺會比較濕潤 特別舒服 就感覺像綠蔭環繞的感覺一樣 特別的美 這個植物園餐廳只是高意境的基地 他有一個更大的計畫 來自新宮 漁漁的人口 當他所在的之處 願意現實物 皆以之愛之光為名 這個星期六 他在距離北京50公里外的郊區 舉辦一場有機堆肥體驗課 他買來了20噸有機牛糞 和幾十位銅號 用石灰粉 枯草 樹枝 以生物動力農業的方式 在這一塊36畝的土地上製作堆肥 身材鮮細的他拿起圓鞘 鏟牛糞 堆肥的現場臭味熏天 但他不以為意 可以看出他對土地的熱愛 一點都不會覺得牛糞很臭 我們都說 牛是上天給人類最好的禮物 牛糞更是一份禮物 因為有了牛糞 所以我們才會有了 美好的食物的開始 未來他不僅要在這裡 栽種餐廳需要的食材 和植物 這塊土地也將作為 他的自然生態教室 他還計畫培養100個圓丁 讓園藝系的畢業生 學習有機種植 未來讓這100個圓丁 回到他們各自的家鄉 打造100個糧田 高玉鏡說 地球在敲我們的腦袋 他許願走過的每一塊地 100年之後都要成為糧田 為地球留下更多好的土壤